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大陆著名经济学者毛雨士在最近发表的博客文章中 从政治体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人权等多个方面衡量 他认为中国离世界大国还远得很 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著名自由派经济学者毛雨士19号在他的博客上发表文章 题为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文章指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 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 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 近年中国更加强了军备与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其本质性的变化 毛雨士质疑这样的变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的问题 就是一直下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讲中国现在GDP屏幕占了世界第二位了 毛雨士从各个方面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 首先他说尊重人权普世价值是国际潮流 但中国始终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 别的世界大国都是承认普世价值承认人权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看到的问题那很多了这个国内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冲突 那就是不断重人权造成的嘛 这个重庆的公安局长都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没有人权嘛 一个公安局长都没有安全感 你说老百姓有什么安全呢 针对王立军出唐美领馆引出谷开来杀人案 毛雨士认为中共执政以来政府经常沦为一个家庭的权力工具 为什么中国离世界大国还远得很 毛雨士进一步指出 中国有13亿多人口 但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太小 甚至比不上一些小国 所有重大的发明都不是中国大陆人发明的 另外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百姓不具吸引力 毛雨士还表示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受人尊重 就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 公正全面的考虑问题 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 摆脱过去老一套 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 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 这个时候应该牺牲国家利益 保护人民的利益 现在我们做事情往往是相反的 牺牲了人民的利益去保护国家利益 再具体一点 什么是国家的利益 说到底就是那些领导人和国家家的利益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目前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文章 在毛雨士的新浪博客已搜寻不到 毛雨士表示 过去他发表的文章没有被删过 这明显表示 中国对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 毛雨士最后表示 检查言论是中共花了几千万块钱 搞出来的维稳之一 他认为 中共越搞越多维稳项目 却越为越不本